朋友們 就在今天3月22日 我們的這個煙害防治法 已經確定正式上路了 就在這個電光一閃之間 射一下 早上新聞出來了 有在抽電子煙的朋友們 記得不要在路上再抽電子煙了 不然現在警察看到你抽電子煙 可以直接罰你2000到1萬元 不要在路上抽 如果 你也不要在家裡抽喔 如果警察有辦法 破門而入 抓到你在抽電子煙的瞬間的話 他也可以把你 如果有辦法的話 所以記得 不要在家抽喔 聽清楚了嗎 不要在家抽喔 更細的一些細則 就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我就說這次的煙害防治法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再見